这是我看过最吓人的恐怖电影 也是鬼后李星杰的巅峰之作 该片不仅有黄泉路上的奈何桥 密林里面惨死的吊死鬼 以及民间传闻的弃鹰井 还可以看到一些瞠目接舍的地狱场景 影片全程高能 打小的记得艾特你的好朋友一起观看 故事要从一位女作家定言说起 最近她正在写一部名叫《鬼域》的小说 由于刚开始缺乏足够的灵感 一张张草稿被她扔进了垃圾桶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身边 就开始出现了各种诡异的事情 家里时常会有人影响过 在厨房喝水时又会看到 洗手池上剥了一缕长发 而这种长布的头发 很明显不是她自己的 等她洗完澡出来 浴室里的花洒竟自动打开了 就在上前查看时 玻璃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鬼影 还没等到缓过神来 客厅的电话又突然响起 靠近一听 里面传来了婴儿般的低吼声 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 定言虽然有些害怕 但也在这种刺激下涌出无限灵感 她把自己经历的怪事都写进了小说里 身临其境的描述更让她下笔如神 可诡异的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这时她看到垃圾桶里的废纸 竟然莫名动了起来 定言好奇地捡起查看 上面所写的内容和刚刚发生的事如出一辙 就在她一会儿不解释 桌上的草稻自动落在了地上 她俯下身子去捡 一个鬼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后面 定言似乎有所察觉 猛然回头看过去 却什么也没看见 这石门灵响了 此人正是定言的前男友 这次过来是想找她重新复合 可眼前的男人早已让她伤透了心 不管对方如何挽回 定言都听不进去 转身便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就在路过一道巷子时 再次遇到了怪事 一阵阴风突然从巷子吹来 她抬头一看天空出现一道红色的裂缝 可转眼却又消失不见了 定言十分害怕 但这也让她有了更多的灵感 她连忙回家把这一幕记录下来 阿言灵感不断涌现 甚至开始构思之后的场景 还虚构了一场电梯奇遇 可她总感觉还缺少点什么 于是又将这一段删除 然而还没等她删完就一下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过来时 想起了刚刚那条小巷子 在那里或许可以找到更多的灵感 她决定过去看看 可就在乘坐电梯时 电梯自动停在了七楼 门自动打开了外面却没有人 阿言反复地关闭电梯门 门却怎么也关不上了 这让她有点慌了 阿言小心地向外面望去 突然一名阿婆带着孙女走了进来 一老一小用着诡异的眼光看着她 定言内心慌得一披 等电梯到达一楼 她就急忙走了出去 看到小女孩也跟了出来 奶奶急忙叫她回去 定言回头一看 看到这里她彻底慌了 因为这栋楼根本没有负一层 而这一幕正是她刚刚删除的虚构场景 难道自己笔下的故事会在现实中出现吗 她急忙朝外面跑去 当她来到外面时 眼前的一切更让她惊恐不已 原来非凡热闹的街道 此时竟变得破败不堪空无一人 残疚的大楼 荒凉的街道 街道的尽头是与世隔绝的断壁 更加可怕的是 大楼的窗口占满了无数的尸体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这些尸体全部一跃而下 密密麻麻如同下眼 眼前的景象宛如一副人间炼狱 可紧接着这些尸体又如丧尸般站了起来 这时前方出现了一个无脸女人 并用手指向定年 其他丧尸也跟着将目光转移到了她身上 发现不对劲的定年撒腿就跑 而这些尸体就像幽灵一般在后面穷追不舍 定年像一只无头苍蝇慌乱逃命 突然一具丧尸出现在身后 她只能继续逃跑 穿过大楼来到了一座游乐场 摩天轮矗立在街道中央 来回摇摆的海盗船随风飘动 整条街道充满了萧条与荒芜 随处可见的纸片从天空飘下 还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响声 就在定年一脸懵逼之时 发现前方坐着一个老伯 他告诉定年 这里正是他一手创作出来的鬼域 鬼域是一个被遗弃的空间 搜罗了所有被人类遗弃的东西 凡是创造出来的东西 在被丢弃之后都会来到这里 但这里的东西随时都有可能全部消失 刚说完老伯就让定年快点离开 因为新一轮的时空撕裂就要来了 眼见这里的东西开始慢慢被腐蚀 一旦停留在这里就永远别想出去了 定年赶紧逃离 来到了一处荒芜人烟的密林 只见这里挂满了无数的吊死鬼 每一棵树上都吊着一具死去的亡魂 随着定年的闯入 这些吊死鬼竟全都复活了 将他团团围住 并发出猙獰的吼叫声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头戴鬼面具 骑着巨型木马的小女孩出现了 吊死鬼们好像很惧怕 他都纷纷逃散开了 随后小女孩带着定年来到了被废弃的玩具王国 这里遍布着无数被丢弃的玩具 定年回过头也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玩具 小女孩也是被丢弃才来到这里的 他知道定年不属于这里 并告诉他鬼域中有个叫中介站的地方 那里有逃出鬼域的大门 所谓的中介站其实就是阴界与阳界的交汇处 只要到了那里就可以回到现实的世界 随后两人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图书馆 里面堆满了被丢弃的书籍 在这里定年再次遇到了之前的那个老伯 原来老伯是第一个来到鬼域的人 他通晓这里的一切 在得知两人的来意后 老伯从书架上取出了一本古书 上面记载的内容正是去往中介站的提示 说完老伯就交给定年一打名币 说路上会用得着 让他们赶紧上路 很快两人来到了第一站奈何桥 生人过桥不得喘息 如果惊动了亡魂就会被吞噬 只见桥上的孤魂野鬼正在来来回回通行 两边又是万丈深渊 定年小心翼翼地走在桥上 然而走着走着 前方的路面变得越来越窄 阿延一个不小心将脚踩通 吓得他急忙捂住嘴巴 但为时已晚 所有的亡魂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他 桥上密密麻麻的亡魂如同丧尸一般朝他涌来 危机时刻 小女孩让他赶紧跳往旁边的枯竟 现在只能通过那里前往奈何桥 定年一跃而下 这里随处而见未成形的婴儿胚胎 想必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七阴景吗 在现实世界里所有被抛弃的婴儿都会来到这里 直到魂魄生长成形之后才会离开 震耳欲聋的啼哭声让他毛骨悚然 好在小女孩及时赶到带着定年逃离了这里 两人一路逃跑来到了一片野花地 根据古书的提示 他们采集了很多野花才离开 两人爬上山坡看到了一片颓败的坟地 这里就是荒种岭了 那些不再有人祭拜的坟墓都聚集在了这里 荒种岭上布满了墓碑 墓碑旁缝着一个个亡灵 失落而又黯淡 他们都是被世人遗忘的灵魂 渴望有人祭拜 看到有人前来都开始异动 为了能顺利通过 定年拿出刚刚采集的野花 放在这里的每一个亡灵手中 或许这里的亡灵并无他求 他们只需要一朵野花 只需要还有人能记得他们就好 然而面对成千上万的亡灵 野花的数量明显不够 眼看亡灵又要开始暴动 定年拿出老伯给的民币抛向空中 趁着亡灵抢夺民钱的空挡 定年带着小女孩迅速逃离 两人经过一片赤红之地 终于来到了天地失色绿草无根的中介站 就在这时小女孩突然晕倒在地 原来这里离阳间已经很近了 可小女孩并不属于阳间 离中介站越近她就越难受 定年来不及多问 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异想 她回头看过去 无数亡魂从高空坠落 亡魂中内的无连女鬼再次出现 她领着一众亡魂冲了过来 而她其实就是定年在小说里创造出来 而又被抛弃的女主角 在被抛弃之后心还怨恨 所以想把定年永远困在鬼域 就在她扑向定年的那一刻 时空突然停止 小女孩告诉定年 她创作的故事就到这里 随后她叫了一句定年妈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早在八年前 已经怀有身孕的定年 被男友无情地抛弃 一气之下她打掉了腹中的孩子 就这样小女孩来到了这片名叫鬼域的世界 在这里小女孩被那个老伯收留 而那个老伯就是被定年忘记的爷爷 母女相认 气不成声 她抱着女儿想要带她一起回到现实世界 但注定是不可能啊 却是一道金光闪过 时空撕裂 鬼域的世界开始化为灰烬 小女孩慢慢消失不见 定年也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 她从梦中惊醒 来到书房 却看到还有另一个自己正坐在电脑前 正在删除鬼域 打算重写一个轮回的故事 两人对视 两个定年瞬间明白 原来他们也只不过是另一个自己创造出来 而又被抛弃的女主角而已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